Hello各位同學大家好 今天大市飾演大奇蹟日 相信今天應該多了很多位股神 今天的大市成交金3097億 過去數日跌超過2000億 跌超過2000點 今天出現反彈1672點的情況 升幅9.08% 很少會看到科網股阿里巴巴今天單日的升幅27% 情況出來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情況呢 先看看分時走勢圖 那隻股票其實是在 下午1點17分那時起飛 本身今天都出現列口 高開 上午時段一直維持在5%左右 由1點17分起由6%開始起飛由75元 升到去美市收市的時候90 收回回90元的大關 升幅27% 臨收市前呢 升幅有30%的情況 再看看700 同樣 今天是出現高開 其實昨晚中概股的話 都已經是 叫做 出現反彈的情況 今天早上就外圍升 跟隨昨晚的 中概 保持高開 維持升勢 也是由1點 17分 開始起飛 騰訊 當時由 330元 一直炒到 升30元 升幅少於 阿里 看看指數 恆生指數 也是由 1點17分開始起 由 18900點 收復19點 收復20,000點的大關 為何由1點17分起呢 我們看看資訊 快訊 按要問 在這裏可以自己 去設定一些 自選股 即是如果你是把 阿里 或者騰訊 放入 他會專門報導 相關的股票 要問 所有的 眾少新聞 快訊 24小時 一直回到 1點17分 其實對於你即日 的 day trade 看快訊 非常之重要 可以幫助我入市 或者你開始 沽貨 選擇時機 稍等 回到1點17分 那條 快訊 大家可以 炒市的時候 一直開著 快訊 去看 好 1點17分 國務院 中國政府 繼續支持各項 企業 到境外上市 國務院 金融 穩定發展委員會 召開專題會議 會議 研究了相關的問題 關於房地產企業 要及時研究及提出有力有效的防範化解風險應對方 提出向新發展 模式轉型的配渡措施 關於中概股 目前中美雙方 監管機構保持了良好溝通 以取得是積極進展 正在致力於形成具體的合作方向 中國政府繼續支持 各類企業到境外上市 這個小小的 訊息的話 其實就 不像長篇的文章 當長篇的文章出的時候 股票可能已經 升了很多 快訊給我們 即時的 反映 有利 中概股 堅持 深發改革 最具體的看回那篇文章 堅持改革開放 之前幾個是上市的 如果大家還有印象的話 之前 大市升到高峰的時候 螞蟻金服撤銷上市 還有滴滴 叫他回來 滴滴暫時還沒回港股上市 這些訊號 有轉變的話 你看到即時就給 市場的信心 大市今天出現起飛 適見大期即日 阿里也都會堅持地 上市 所以留意著 快訊的重要性 就在這裡 今天的分享就差不多了 我們下集再說 拜拜 拜拜